今天来说水瓶座在今年的5月17日到明年的5月20日 也就是大吉星木星换座到金牛座的一个期间 会有哪些好运营需要注意的点 那未来一年的水瓶座的财富事业关键词是 慢就是快 少即是多 多想少做 所以理财方面肯定是长线比短线会有利 其中呢周期性的产品和项目 比如说一两年可以动一动的流通一下的 变更变动一下的比投入进去 可能较长时间就动不了的那种 对水瓶座会更具有头的价值 这个系列视频呢以上升星座为主 太阳星座为辅 土海呢在二宫 木星和北交点交错在三宫和四宫 财务和工作方面呢 从今年的6月18日一直到11月初期间 会迎来一个清算 结算和总结的时间 会把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 水瓶座会很深刻的体会到 自己到底适不适应某个环境 某个行业 某个单位 要不要去做某件事 所以水瓶座今年的年终总结会来的比较早 对明年的规划也会比较提前 6到10月就可能会去把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 获得一个结果和影响 大部分呢会跟一些财和前途有关 可以评估出某一个工作 某一个生意值不值得去投入 某一些人能不能够用 如果是不适合或者是不适应的 就会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结束掉 比如说辞职啊 辞退啊 拒绝啊 那我刚刚提醒的慢就是快 意思是水瓶座接下来面对的一些局面 都需要很谨慎的处理 所以呢适合多思考 多修改 少定下来 什么都要记得哦 接下来你们的行李是过了这个村 还有下一个点 还有下下个工作机会 还有下下个房子在等着你们 明光星明年才正式进入水瓶座 好戏才刚刚开始 今年只能算是一个起步 或者是一个序曲 那么七年下半年呢 尤其是八月末到九月的时候 面临的一些问题都会比较多 或者说之前累积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爆发 这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是好事 可以让水瓶座很清楚的看到问题在哪 去面对它 集中的去处理 集中的去优化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大的资金 大的决策 要跟一些地方一些人去算账 各方的一些压力 可能集中在这个时候 形势可能也不够明朗 危机比较多啊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要记住 一定要精心的谋划 精细的落实 准确的发力 不能够着急 生命当中所有爆发出来的事件 都肯定代表我们这个时候 有处理它 或者是化解它的一个能力 要相信这一点 但是呢 我们也要给自己周七 也要允许事物 它有一个发酵成长的一个过程 不可能今天种子种下 明天就发芽 那这几个月呢 要避免因为恐惧而做出选择 或者是因为恐惧而不去做选择 这都是不正确的 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啊 水平座会有机会构建出一个 属于自己的花园 属于自己的天地 或者是优化目前的工作 目前的团队 目前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项目 但是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在今年底四季度到明年初 水平座有希望 很小心很小心的 把它真正的去构建出来 那这段时间的工作当中 要多查漏补缺 舍弃一步到位的想法 反而会加速水平座工作 和财务方面的一些进程 像创业啊 立项啊 事业学业的方面 今年下半年 适合做新一轮的筹谋和体验 要多做一些琢磨 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筹备 去学东西 北交点7月13日 进入三公里后 新的知识 新的人脉的汲取和接触 会大大的促进水平座 进一步的去发展自己 所以可以安排自己多读书 多上课 吸收新的知识 认识新的朋友 招募新的团队 新的员工 尝试一些新的渠道 新的方式啊 都是很不错的 那明年呢 可以再带着今年累积的 一些知识经验 去攻占堡垒 或者是彻底的独立了 彻底的自由了 整体呢 今年事业财富 是在一个新一轮的 累积过程当中 走的是一个 稳中求进的行李 所以一定要求稳 比较有利于水平座 未来一年 财富事业的行业领域 是餐饮 食品 小吃 还有金融 理财 农业 家庭置业 酒店 地产 跟老人 跟小孩 有关的建筑 家庄等等 那事业财富的贵人呢 更多的是会来自于 自己同一血脉的人 比如说同乡 同背景 过去就认识的 或者是自己的父辈 家人 跟对方是有一些关系的 如果是本地和异地 在做一个选择的话 那大方向不建议离得太远 比如说可以同省 但是换一个城市 或者是附近的地区 国度 比如说东南亚 至少是在亚洲 有一个同根性 那可能在这些关系当中呢 就能够给我们 去介绍一些新的资源 或者说有一些 更好的新的机会 但是也需要水瓶座 主动地去跟对方聊 主动地去表达出 自己明确的印象 带着自己的作品 带着自己的项目和规划 去跟对方去碰撞出新的火花 那要助所有的水瓶座 未来一年 云翼晃晃 蜥翼朗朗 潜心独行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星座和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我们下次见 拜拜